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Lot 是60尺的Lot 房子建筑是45尺 然后里面是10尺 我们现在位置在Anna 这个社区就是我们当时说 我们被Magatel一顿忽悠 当时我们订的 你知道旁边还有个小的Creek 我们当时Creek旁边 我们去年这个时候来的时候 双十二 我们在这个社区去年双十二订的第一套房子是 28万多还是二十几万多 然后一直给我们涨到35 38 你觉得从28涨到38可能快涨10万块钱 你觉得亏了 是吧 我们身后这套房是个二手房 45万8 这边那边新房还有个ConnorLot 还没卖完 新房卖多少就是48吗 49 1800尺的好像是 这个是2500尺的45万8 朋友们 这个市场就是这么疯狂 这是一年的房子就是这样 那这个屋主为什么要卖呢 原因就是因为他 之前屋主好像是离婚了还是怎么着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他做了很多自己的升级装修 做的非常非常好 但是还是很遗憾 首先我们从前院就可以看到 对这个房子是三加二 然后2400多是快2500尺 你看他前院 这个白石头看到没有 这边做的花坛 这边也是 从这样一看整体就完全不一样 是吧 而且他车库是两个半 待会进去看就知道 虽然是两个门 但是他还再多加一个 前面你看这些全部做出来 这些 然后这个柱子贴的白石头 然后有个看前面的门廊 这地面很多普通的如果是地面 他就不升级那个都是水泥地面的 比如说你看邻居 比如这户吧 你看这户 你看他前面也有长廊 对吧 但是长廊 他地面是水泥的 对吧 这个从这进来他地面就是砖的 所以是不一样的 反正砖从这边贴过来 一路贴过来 超级舒服 然后入户门也是八尺 而且入户是很宽 有些那种便宜的房子 他过来之后 比如说门有这么窄 这有个走廊也是这么窄 所以你们要注意像这种 你搬东西啊 家具什么都很难搬 来看一下他阔气的门厅 门可以这么打开 你想想看这门是可以这么打开的 所以你看他整个门厅的宽度 这个房子我最不喜欢的一点就是这个地砖 虽然是大块的地砖 但是他会随着时代而老去的 你知道吧 一定要全部的木地板铺完这个房子能再多卖五万 所以你现在一进来之后感觉不一样了 是吧 时时顶 然后还加吊顶 然后门厅很宽 全部都是浪费的空间 就浪费给你看 你怎么样 就是房子够宽了之后才有这种气场 你看这是一个书房 我就没搞懂 这个书房 镜头往这边转你看看有多深 这是有很多 是有很多书的人才可以用这个书房 如果自己如果是自己做生意的话 在这儿office你和你老婆摆俩办公桌是吧 两个人一起在这儿工作都没有问题 但是一起在这儿电脑上可以打电话就比较烦 你想想看 这太沉 我给你走一下 你没没感觉啊 我给你走一下从这儿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我觉得七米多差不多吧 我还故意把步子卖大了 虽然我腿短 但七米多肯定有啊 你想想看 然后这个门厅也是 这是一个门厅啊 朋友们看到没有 这专门给你留的插座 然后就可以摆俩小台灯 摆一个边桌或者怎么样都可以 沙发什么的 然后再过来这边是两个卧室 然后洗衣房桌在里面 这是一个硕大的餐厅 这个吊灯在这儿 所以这个餐厅是桌是这么摆啊 这样子的 所以这个餐厅看这两边给你 他这用柱和墙挡 所以这两边你可以摆边桌 可以打柜子 然后餐厅的这个桌在这儿 你坐十人桌八人桌 或者怎么摆 我觉得都可以 如果是这个方向的话 就得摆圆桌 这个方向是摆长桌 好再过来 你可以看到我这个实际 铁顶的高度是啥概念 哈哈 走廊里面 好这边两个卧室 好我们先看洗衣房吧 啊 这是人家家自己家家的是吧 这你感觉到 然后这个很明显也是自己家的了 好我们现在到 所以他这也够宽是吧 这个够宽 他们家自己把地面做了 看到没有 这个喷这个好像挺贵的 我印象中是两千来块钱 有没有人喷过这个东西 然后我们说一下 你喷的大概多少钱 整个地面做完 你看它现在这是车库门是吧 这旁边还有半个 这半个就是你停摩托车的地方 是不是 可以可以可以停两台摩托车 当然你要说你想把这个垃圾箱放在这也行 总之不会不会影响你停车 再过来看 你看这个是啥 整个房子的净水系统 嗯 然后热水器 这个厉害了 是软化水还是净水的 你们谁认识这个牌子 是软化水还是净水的 那个Service 那个叫阿亏什么什么什么的 哦 还有顶的灯啊 没有听说 顶灯上面也全播 哦这已经关了 现在这个季节不需要浇水 关掉就好 好 再过来洗手间 这边这边两个卧室 洗手间 洗手间虽然一个手持 但是它是单身分离的 所以到这个房间就感觉特别奇怪 它是上个立着的方盒子 出柜也是 这边 这边 地毯很一般 没有吊扇 这边也没有吊扇 再你看它的门整个 都做得很好 所以它只要一高啊就舒服 特别是你看从这儿出来 哎呀 真的是这个房子要有木地板 一定会超级漂亮 这边是主卧 然后这是那个 我建议还有苍蝇 那天是不是热 客厅 客厅的位置也好 是吧 然后这边也是比后院高 所以它院子又宽又高 六十尺的宽 然后台面 它当时做了升级 但是也是就是普通的 不是特别高级的台面 整个的柜子 它自己买的把手装上去 一看就是准备好好过日子 你知道吧 但是可能是吵架了 估计是个男的不洗碗 我跟你说 我这是第一次碰见 这么高级的把手 一般这个把手都是用在一百多万 两百万的房子 然后这个把手配这种地砖 还有这个 一般用这个把手 也没有用这种石头 不会用那种back splash的 知道吧 这个都跟塑料一样 这个把手在他们家 简直太亮眼了 你看整个你要是这样了 你光照这一块 这张照片啪照过来 你感觉怎么样 除了那个back splash 有一点点那个档次低以外 剩下你感觉都是很高档的 但是你在仔细研究 发现还是有问题 第一 你这个 但是这可以单独改了啊 你这个可以可以上宽的 看到没有 这个可以上36的 现在它是30的 抽烟机 这个炉头也是30的 你可以给它改36的 再高级一点 你48的可能做不了 就改36的差不多 再宽一点 就舒服了 因为它你这个边可以做 这是他自己家的边 看到没 对 这是他自己家的边 所以你可以做 这柜子也都很好啊 拉出来比较重 就刚才净水器是这个牌子 whole house water filter reno 这个要要那个Costco做一套 大概是6000来块钱 像这样的方法 蛮好的吧 这是早餐厅 早餐厅稍微有点小 但是他给了这个 一般家庭会在这 加个垫子呀什么 不过来 来看看后院 后院在patio 底下也铺的是砖 你就说这个后院好不好用啊 太舒服了 只有一个窗户 而且这个窗户应该是人家客厅 它这个是高挑亭的 那个窗户打不开 如果是二楼的话 那窗户肯定能打开 所以那个窗户那没有人 你看水这样过来 从这边留一些 从这边过来一些 从这边过来一些 后院又平整 又比他们家高 然后也都是隐私 只有那边两个窗户 就到这来看 那边 太舒服了是吧 我觉得今天一下雨 感觉有点像成都啊 对吧 突然想赐活果 这火锅和啤酒 我们再看一看这个窗户嘛 这个底摊不得行 这块要可能租客会让我们把这再洗一下 稍微清洗一下 然后这个窗户也是 你看到没有 太大了 你要是把床 你要是把床是这么摆的 你看他们家 这是他们家脚的地方 所以他们家摆的还是一个 叫 叫叫叫叫叫 叫queen size queen size大概这么宽 所以 所以这两个人是 哦 是不是因为有人不洗脚啊 这样过来 所以床 你看床到这儿 你这走廊这边还有这么宽 这四米了可能 然后再过来 下来之后 这你看这还可以放桌子 而且一二三四五 主握五扇床 然后这还专门有灯 所以这可以看看书呀 就是那种 只用看话不用看字的杂志 特别舒服 你看自己家后院隐私又好 我给你打开吧 哎呀 去买那种那个做饭的杂志 都是美食 你知道 然后从来都不做饭 然后翻一翻 哎不行 主卧 主卧里面 主卧里面不能放这种杂志 晚上要疯了 可以吧 太舒服了 真的 你看人家这个还是双开门 而且他现在这个主卧的吊顶就不是10尺了 11尺12尺的顶 你看上面 所以在这睡觉感觉空气也好是吧 这个石头它整的真的是本身是挺高级的 但是整的特别像那种假的就是以前那种老式的20年前一体那种 这样子但是 但是也不高级就是 那种叫什么 以前 以前那个home depot卖30来块钱一尺 这叫什么合成材料什么是什么东西呢 我也不知道为啥要铺这种东西 然后这个镜框是要表扬一下 就是你去什么TJ Max Ross你买个穿衣镜 然后你横着摆过来就就很好看了 没有必要 你像那个trophy再收你几百块钱专门给你贴个边 还没有我儿子都用铅笔花的纸 你知道 那就不行 浴缸 双吸手持 淋浴间 淋浴间还够大看到没有 但是这底下是塑料盘 是吧 真的很好 她的那个 这是她的那个衣帽间 你看看 我走到这来了 而且她原厂 还上面还加了一层杆 看来 这边还有一点 所以这个房子真的是 现在你们觉得45万8值不值 太值了是吧 但是我要说去年上这种房子 当然没有这个好 就是基本30来万28万起 当然没有人用那个价格成交 我印象中我们这个社区最 最少给我们加到33万还是35万 我记不太清楚了 我们本来这个社区定了七八个吧 好像 然后最后退了 有退了几个的 还有我们那时候爆幻想 就说 哎我们有三个吗 四个房子是从头建的 但是还有一个说是 建了一半 今年5月份就能过户 那个应该不会涨价 他材料都买回来了 结果那个也是涨 而且谁跟你说5月份过户 就能过户了 你知道 全部拖那个拖到 8月了吧 还是9月我忘了 反正全部都是这样子 能拖就拖 哎呀这个真太好了 是不是 这房子遗憾 就是要把砖全部打掉 这砖全部打掉 我广打这个砖可能得要4000块钱 然后哦你们如果 你们如果要打砖的话啊 就是空调那个filter 空调那个filter 一定要换 就是 你做砖 打砖这么多砖 假设你要做的话 大概需要至少需要三天的时间 把它打一点点起出来 大概需要一天 磨可能要磨两天 磨两天完 然后就要换filter 装修完了再换filter 然后 你人还没有搬进来的时候 你的空调管道里面要去清洗 基本大概一千多两千块钱洗一次 把所有的空调管道 它是有一个机器 然后进到管道里面 里面有个刷子转 一边转 然后机器再吸 然后你就把所有这管道里面就全部 因为它要循环嘛 非常非常脏 装修材料 实际上按道理来说 每一套新房在人入住之前 如果你不嫌花钱 因为这个比较贵 一千多两千块钱 还要算你整个封 封口的那个数量 如果你找老美公司 可能这些至少两三千 你不要听那瞎扯 你能发的 哇什么99 139 他先给你报个价 过来之后啊 你家这个面积有点大 然后你看这么多封口 给你夹啊 然后你说 哎 这不才三四百吗 哦 你说这是普通洗 普通洗是什么呢 就是拿一个机器怼的那吸一下就好了 但是你要把管道伸进去 把管道里面那些内壁洗干净 那就不是这回事了 还有你们很多买的老房子 老房子里面 你比如说二三十年三四十年的房子 你想换了多少任务主 装修了多少次 对吧 你看那些老房 这边还是用这个转 那边用那个转 这个台面啥 都不是一个时期做的 你知道吧 然后包括刷墙 那粉尘很大 所以就需要全部内管道 拿刷子这样去去清理 所以这个就贵了 所以我建议如果大家 呃 对自己的健康比较有要求 或者是敏感 你听我 我那个 那个那个那个 录节目 一直是要动不动就 这个声音 我的鼻子不好 如果你要敏感的话 就把它全部洗干净 所以这个房子 如果是我 我买哈 这太舒服了 我就把所有的地砖全部都打凹 好好再做一下 做完了之后 然后把炉灶这边再换一下 它有gas 对吧 整个这个房子会非常非常舒服 你看这框 然后好房 就是你要想要再好 就是在在装修 就是很简单 就是往墙上贴木头 所有的窗框包边 门框包边 然后所有就这些 入户这些全部包边 然后上面加 crown molding 只把爬爬做吊顶 这也是全部做吊顶 然后灯换点 然后再把装饰全部立起来 就显得高级的 墙上贴裙边 然后刷颜色不同的 Modin一座 好就这样 所以这套房 我们现在挂的是2500是吧 其实挂的价格不高 2500对吧 挂的价格不高 所以我们希望 应该是在圣诞节之前 我觉得做出去 应该没问题的 好就这样 更多信息可以关注 澳湘美国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 在下面留言 感谢你的分享 点赞谢谢 拜拜 这么多信息 对 对 没问题 对 对 没问题 有点